總統大選期間 熱情民眾偷親賴清德 由於動作太過突然 讓特勤人員有點措手不及 而隨著中選會頒發當選證書 給賴清德和蕭美琴後 維安也轉成當選人安危編組 而另兩組候選人特勤安危任務 也在二十號正式結束 賴清德是現任副總統 他的特勤隨後人員規模 將擴充為總統級 至於蕭美琴特勤規模 則提升為副總統等級 而520就職後 賴消的正副總統警衛室 將同步成立 賴清德外里警衛室代號 渴望延用 至於蕭美琴呼號取名 可能跟過去副總統相同 跟住宅附近陸名有關 賴清居住地在永和仁愛路 但蔡英文、呂秀蓮分別使用過 永和和仁愛 因此附近的永平國小 永平代號或許是個選擇 另外蕭美琴 昔日跟居地在花蓮 可能取名回蘭 或甚至跟美國有關聯 跟貓有關的代號 都不排除 而總統蔡英文卸任後 他的安危任務 將從新任的總統警衛室編制 縮編成八到十二人的警衛組 至於即將卸任滿八年的前總統 馬英九現行警衛組特勤人員 將在520當天解編 之後警衛任務由警政署派遣 520後不只開啟新政局 就連特勤任務也有新編制 三層王一選 有本台北參謀道